好 继续来关心花莲在地知名的收藏家 同时也是退休校长的陈建明 在之前拜会了花莲县政府 那么县长徐振卫则在原名处长的陪同之下来接见 那么双方就在第十五届 海岸两峡少儿美术大展花莲展 适宜进行了意见讨论的交流 那么希望借由活动来拓展 孩童更多元的文化视野 第十五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花莲展 将从9月27号至10月4号 在花莲县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神达登场 今天是以一起作为主题 将带来三百多件精美作品 全中国两岸还有就是香港澳门这些做征建 所以是在上万件的作品里面 选出优秀的作品 这次征建的主题叫做一起 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想象 一起做什么 一起想什么 这些都给孩子自由的去发挥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大展花莲县共有143人获奖 其中包含许多原住民的孩子 希望借由两岸即港澳地区 艺术家及孩子们生动的作品 加深大展与花莲地区的交流 拓展孩童更多元的文化视野 记者 徐丽晴 花莲电视报导 明镜是否 X